Hello 欢迎来到邱一下摄影课 我是小光 今天要来教你们的是ISO ISO的中文我不太确定是什么 但是应该可以把它称作为感光度 那感光度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当你把ISO开高的时候 你的照片就越亮 那ISO越小呢 你的照片就越暗 所以有时候我们一些场景 如果你觉得照片太暗的时候 你可以调高ISO来增加你照片的亮度 但是ISO有一个特点是 当你的ISO值越高的话呢 你的照片的杂讯就会越粗越大 那还有一点是 就是你的动态范围也会相对的减少 什么是高动态范围呢 它指的是你的亮部到你的最暗部的光的层次 当你的高动态范围越高的时候 你的照片就会越透 那个层次就会越好 那你如果高动态范围越差的话呢 你的那个照片的有一些 譬如说亮部的话 它有一些东西它就是拍不出来 或者是你的暗部有一些东西 比较暗的地方它就没有很 它就没有什么细节了 综合上面两堂课的光圈快门 还有今天这堂课的ISO 这三个东西我们称作为曝光的三要素 因为这三个东西都可以改变照片的亮度 当你改变其中一个的话 另外两个也会受到牵连 譬如说你的ISO拉高了 那其他快门跟光圈 可能也需要跟着做改变 好的这一堂课就到这边 下一堂课我们再来好好的讲解 这个曝光的三要素的运用方式 我是小光 我们下一堂课见 拜拜